那fluxcontext出来之后应该说火遍了全网 那我们在上一个视频当中仅仅是介绍他在图片编辑或者叫做作为多模态模型的一些基本的操作 其实我们还可以做到很多的这种功能 比方说大家看到的虚拟产品展示 虚拟视穿 多个人物之间的这种交互产品设计 以及一些更加复杂的应用 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应该掌握的一些fluxcontext的高级技术的应用 那在这之前我们首先回答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有人问我在RunningHub上为什么这个fluxcontext是不能用的 这个不是不能用 是你用的那个APIK可能有一定的问题 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Hub.SN来访问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那我们来创建一个空白的工作流 你要注意在这个里边的话 我们关于context会有两个节点 那第1个节点叫rhconfigfluxcontext 那这个呢它来源于这个包啊 叫confui chatgpt api 所以说你要注意这儿这个APIK啊 它不是我们登录confui官方的那个APIK啊 是专门的有另外一个组织提供的 那你怎么去获得这个APIK呢 我们可以搜一下这个包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那你会发现这个节点它来源于这个包啊 叫confui-chatgpt api 你通过去搜的话你会发现啊 它是这个节点 而这个节点里边呢 它要的这个APIK呢是由这个提供的 所以说呢中间有一个转接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节点 大家看一下 这个节点呢我们叫做 rhconfigfluxcontext 它来源于这个包啊confui conflite-v2 那你也可以去搜一下 这个你去看的话呢也会发现啊 它这个APIK呢也是由这个来提供的 我们可以点开这个网站 那这里边呢会有API文档啊 进行站购买啊包括你怎么去支付啊 这个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澄清的一点就是在这个 Running Hub上用这个节点不是不能用 是因为这个APIK呢并不是我们confui官方的那个 所以说可能会给大家造成一定的困惑 那如果你要在Running Hub上去用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啊去购买你的点数 然后呢来生成我们的APIK 把它填到这里边就行了 当然这是一个题外话 那下边呢我们就回头来说我们这节课要讲的主要的内容 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题之所以叫高级应用是说那我们所有的图片生成的都不是从一张图片来的 不是单单的对图片进行编辑或者进行一些换背景修改表情这样一些基础的操作 它往往呢是基于多个图片来生成我们需要的最终的那个目标图片的 好那下边呢我们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呢我们叫虚拟产品展示 在这里边呢我们传了两张图片 大家看一下一个是人物的 一个呢是产品的 然后这我们用到一个非常有用的节点叫Image Stitch 这个东西呢其实是Config UI官方最新研发的一个节点 所以说你要用它的话一定要把Config UI更新到最新版 要不然的话找不到这个节点 当然呢也有一些其他的替代节点啊 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用官方的这个 那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把两个图片给它拼合起来 那这里边比较重要的参数呢 第一个就是Direction 你是怎么去拼接 是左右还是上下对吧 另外是不是要Resize 包括你边界 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 当然最主要还是这个Direction 比方说我这选的是Right 那你会发现啊 那我就会生成这样的一张图片 把第二张图片放在了第一张图片的右侧 然后呢我们把它缩放到一样的大小 完了之后呢你看我这个提示词写的是 Oman Hold a Bag Working in Street 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女人提着一个包在街上行走 别的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注意我这这个比例呢用的是3比4 然后你看一下生成的这个效果 这个人物的一致性保持的很好啊 当然不能说面部一点都没有变啊 但是基本的这个人物的特征呢 还是保持下来的 那比方说这个包 你注意细节啊 包括这些装饰物啊 包括商标 这个一致性保持都非常的棒 对吧 这是你应该掌握的第一个用法啊 我们叫做虚拟产品展示 好下部呢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我们叫虚拟试穿 这个呢为了提升难度 大家注意我模特没有变 但是这个衣服呢 并不是我们传统的那种什么呀 就是摆好的那种衣服啊 它就是从人的身上直接抠下来的一部分 大家会发现还能看到这个人的手 和他手里拿的这个扇子是吧 那同样我们左右给他拼起来 得到这样一张图片 然后你注意我这个提示次改成了 Oma wearing long dress walking in park 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女人穿着一个长裙 然后在公园里边散步 那你会发现啊 它几乎把这个衣服的特点呢 都能非常好的展示出来 你注意胸口的这个位置 比较有特点的这个装饰品啊 我们来看一下 对吧 这个一致性的保持的非常的好啊 这是我们说的 那叫虚拟试穿 那即便是这样的一个衣服 你会发现的效果都能够达到 出乎意料的一个水平啊 足见这个模型的能力有多强 好下部呢 我们看一个比较失败的例子啊 这个呢 我采用了两个人物 一个呢 是我们用Flux生成的一个美女 另外呢 就是梁朝伟的一个头像 然后同样 我们把它左右给拼接起来 提示词呢 变成了 A man and a woman are talking 说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正在聊天 但是你会发现 我这个并没有出现对应的效果 这个有可能和抽卡是有关系的 比方我们再来抽一遍 你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也不是我们想要的 对吧 所以说呢 这种方式呢 稍微有些问题啊 我猜想呢 可能问题出现在两个点上 第一个就是这个人物啊 就是我们如果说用这种相关性人物的一种图片生成的话呢 尽量的还是以主体的形式不能直接放一个人脸是吧 最起码的是这样一个形态啊 这是可能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这个提示词 A man and a woman 大家如果之前记得我们对context的这种提示词的写法有一个基本的要求 就是说写这个人物的时候不能简单的写说他或者是他或者男人或者女人不能这样写 最好要说清楚啊 是什么样的男人 比方穿着蓝色西服的那个男人 还是留着长头发的那个女人 那所以说这也就回到了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啊 如果你只放一个人脸 可能我们在提示词上就不能把这个特征写得很详细 所以说你要实现这种多人物交互的话呢 还是需要有一定技巧的啊 那到底怎么去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说我们现在换了啊 这儿呢有一个长发的美女 这儿呢有一个穿着这个校服的美女是吧 那我们同样把它拼接起来都没有任何变化 然后呢你要注意我这个提示词换成这个样子 The woman in white dress is talking with the woman in blue school uniform 什么意思 说穿着白色长裙的这个女的 正和穿着蓝色校服的这个女的在聊天 那这个呢就符合我们曾经说的这个context的这种提示词的写法 就比较精准 那你会发现这个效果呢 那它就可以出来 有人总是去吐槽脸呢会有一定的变化 是的啊 就是不管是哪个模型啊 在这种一致性也用的时候 这个面部的相似性只能到80% 大家不要期望值过高 如果你想让它更像的话呢 你需要采用其他的手段去辅助处理一下 好 下面呢我们看一个叫产品设计啊 这是一个非常老套的一个方法了 这儿呢有一个logo 然后这儿有一个T恤 然后呢我们把它拼接起来 提示词变成 The brown logo is printed in the white t-shirt 什么意思 说这个棕色的一个logo被打印在了白色的T恤上面 那这个效果呢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 是吧 当然我们也可以三个主体去什么 去拼接 比方说大家看一下 一二三 三张图片 第一个棕色的logo 第二个我们的T恤上 第三个有一个美女 然后呢我先把第一和第二个进行上下拼接 变成这个样子 再和第三个进行左右拼接 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看提示词变成了 一个留着长发的女孩 正穿着一个白色的T恤 这个白色的T恤上印着一个棕色的 T恤的这样一个logo 那你会发现这个效果呢是这样的 T恤上印着logo 包括中文都能非常好的展现出来 但是人物的一致性并没有 非常好的引用过来 大家看一下 很明显不是这个人 对吧 所以说呢 人物的一致性没有得到特别好的保持 那你说我是不是抽卡会得到更好的效果 也有可能啊 但是呢你要注意 我们在用这个flux context 就是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这个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那如果这个问题足够复杂 那你尽量的要用多部的形式来实现它 不要希望我一次就可以生成 最后的效果 那这个应该怎么去做呢 我们看一下 你可以这样去处理 我先把这个图片和这个图片左右拼接起来 然后用我们之前的那个提示词 就是将这个logo印到这个什么 T恤上面 你会得到这样一个图片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图片和这个图片再拼起来 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们这写了一个 说这个女孩呢 穿了一个白色的T恤 然后上面有一个棕色的logo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人物的一致心 衣服的这种效果 logo都非常好的给什么展现出来了 而且这个吉梦AI这个标呢 都被保持下来了 对吧 所以说呢 这种生成方式才是我们应该掌握的一种技巧 你不要期望说 我一定要三张图片生成最终效果 那你可以先两张生成一下 然后再和第三张生成一下 那我们输入的图片越少 那么生成的效果呢 也就越稳定啊 这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例子 下边呢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虚拟产品展示 是我在Twitter上看到有人做了这样一个例子 我觉得非常的好啊 大家看一下 同样 这是一个美女的图片 你可以认为是一个模特 然后这有一个背包 然后呢 我们左右给它拼起来 我这个提示词变成了一个女人 她背着一个粉红色的双肩包 然后在森林里边行走 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人物的一致性 产品的一致性 整个的状态 也都是保持的非常棒啊 这就是我们说的 Flux Context的一些高级的用法 所以说呢 你用Flux Context呢 不要只是会编辑图片啊 也应该会这种一致性的生成 虚拟产品的展示 但是多人物的交互 甚至虚拟试穿 都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那还等什么 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 作为一个懂爱的人 作为一个人物的交互 作为一个人物的交互